中國大陸的偵察氣球 其實早就飛越台灣上空 至少三次 那麼國防部是表示了 都有掌握情況 大家可能會覺得是月亮嗎 我能說什麼 他都說他有掌握 我只能相信他 就是台灣的政府 感覺沒有很在意這件事情 有發現但是沒有管他 所以 有點恐怖 哪裡恐怖 就會被偵察 很害怕 那我們沒有打下來 沒有 那他就飛走了 對 所以我們被看光了 真的嗎 對 對 你現在很緊張 我現在很緊張 因為我們都被看光了 我們原地嚇到了 我們原地嚇到了 我們還沒當兵耶 就不用說氣球 他那群機就飛過台海中線 不知道幾十四 快百次我看都差不多了吧 其實不意外 因為就幾個氣球而已 他跟那個軍機飛彈比起來 就是完全就是小Kids 他氣球過來不意外 我覺得 應該說 他打過來 反正我們這種年輕人 就以後還是要上戰場 如果真的去打的話 我是說已經掌握到了 但是卻沒有後續的策略 那這樣來講 其實人民會比較擔心說 那到底以後是不是真的 中國會一直隨時堅持台銘的一舉一動 台灣要不要打下大陸的偵察氣球呢 不用吧 打下來就戰爭了 好 那就打下來了 反正我們有美國號稱嘛 對不對 打下來 我們有那個能力嗎 目前先不要 就和平 原因這樣子 我是冷靜一點欸 因為打下來不知道 我們一定會輸的啊 對 打啊幹什麼不打 這我們家門口欸 對啊 就跟有人闖進你家門口 你不做些事情嗎 就你家的門口 你家領地欸 對啊 我覺得打下來合理吧 為什麼還要 就不需要掌握 再打下來就要快 先不要打下來 我們沒有美國那麼厲害 我就要打下來 我們如果不打下來 他們以後就飛更大的過來 對不對 我們可能就會去當兵了 我們會被抓去當兵 我們會提前入伍 我們 打下來 不能讓他們得寸進食 我們要捍衛領空 對 我們要打下來 你呢 我覺得 那個先那個 軟性可能先通知他們 叫他們不要再這樣 我覺得不要 不要不要故意引起爭端 第一個美國和大陸 他們距離那麼遠 台灣和大陸距離這麼近 但是我自己覺得有落差 而且我們戰力的 還是有蠻大的懸殊 我覺得還是要把不明物體 弄下來吧 要打下來嗎 你畢竟也不知道 上面飛是什麼東西 就給他飛吧 反正打仗也打不贏 尤其現在民進黨執政 感覺兩岸關係還是很緊張 不要 不要打 可是我們要有一個防範的措施 會比較好 有年輕人表示 對於中國大陸的偵查氣球 他們還是比較擔心害怕的 我們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